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盘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失误 黑机选择直接来挂 这两盘其实都是直接来挂的 看一看这个胜利者比较稳健 小尖 对小尖 这个小尖好像是七八十年代比较流行是吧 小尖应该是这个在日本呢 等于是四百年都非常流行的 因为日本这个古代的围棋 它是以走小木比较常见 那这个小尖呢 据说是被称为叫不败的小尖 当然那个时候的围棋规则跟我们现在也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是等于是黑棋不贴木 所以黑棋一般走 这个小尖非常坚实的下法来讲是非常稳健的 对 占有先手优势 然后还不贴木 就是好像那个比赛的时候有个人先跑啊 但是他跟你的米术是一样的 嗯 对 那就是说现在呢 文棋更积极主动一些 因为黑棋有这个贴木的负担 而且现在我们还是采用的这个大贴木 所谓的大贴木就是说 比原来的二又四分之三子还增加了一颗子 就是现在黑棋要贴三又四分之三子 负担比较重一些 对 但对于白棋来说呢 他是选择这个稳健的下法 对 他现在一般都是黑棋积极主动 对 然后白棋 因为白棋我有这个最后可以比黑棋少 这个很多的这种贴木嘛 对 都是已经有存款了 对 白棋最后只要177个就可以赢 所以白棋的下法就相对来说更稳健一些 对 这个贴木啊影响就是棋手的棋风啊 你看过去那棋好像都是这个 但是这个白棋啊像吴清源老师下的那个白棋都非常的争取主动的下法 对 这个贴木不同可以说这个这种规则上的不同嘛 这个围棋的下法可能他就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这个贴木对围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对 黑棋又来挂这个 我先挂了一手等于是已经先手防止了白棋 一手棋就手这个无油角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等于黑棋防止了他无油角 然后我再去挂这个上边啊黑棋更积极主动 啊 速度也挺快的 这个一间低加啊就不像这个这么柔和了啊 就是不须拖鲜了吧 这个一间低加对于高挂来讲的应该是说是最严厉的一种夹击的方法 现在一间低加之后应该说黑棋有很少有这种拖线的 因为一手棋就被白棋度过 或者是白棋这种非公呢 黑棋这颗子就显得很局促 应该是夹击当中最强烈的这种夹击方法 而且他也是后边有这个白棋这两颗子来配合 对 高低配合 对 那黑棋就拖比较常见 对 常见的下法 那实战当中啊我这个棋走的比较缥缈啊 对于我这种理解的 我记得一直不都是 进来比较流行的下法 对 这个时候白棋的鹰法就比较多 有这个在二路的班 或者是在这个四线上的搬断呢 都是白棋的一种选择 以前呢是有这个搬了 推 然后拆二这样的下法 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 那现在就是保留变化 对 这两手棋它这个交换呢 对于白棋来说它不肯 就是说这个时候 本身黑棋这个地方就存在的断点 黑棋要连一手需要连一手去补这个斑断的 那这两手棋交换 其实白棋本身是帮助黑棋去的联络了 对 但是就是说你帮着黑棋联络 自身呢白棋棋行并不完整 将来还是有被这个对方点的这一手 这个弱点吧 所以说经过大量的实战研究呢 认为白棋的这个搬和黑棋的退交换呢 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 也可以保留变化 对 可以保留 需要的时候再做选择 有可能我要从这边去搬啊 对 或者是这个 所以单拆二的就现在越来越多了 对 很流行啊 而且这个也是我觉得蛮流行的 嗯 这个也是黑棋的一个变招 那普通的下法呢 黑棋是顶在这 对 是也是非常非常稳健的下法 然后呢 白棋下立 这个时候黑棋这个地方不能被白棋飞 啊 这个飞刺啊 很难受的 对 多这个黑棋的形状 这个黑棋一般这个时候要跳到这形状上 然后白棋 白棋对 拆回来 对 有拆的 也有拐的 对 根据场合去选拐 如果说拐在这呢 黑棋这个时候 可以选择加击 嗯 那稳健一点的下法就是拆 嗯 然后黑棋挡住 白棋再拆过来 嗯 感觉白棋好像是两面走道啊 对 白棋就是说两面安定 但黑棋其实也比较厚实 比较厚实 嗯 这就是双方都比较稳健的下法了 嗯 那黑棋这个属于变招 嗯 他的意图呢 就是希望白棋挡住 啊 希望你挡一个 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黑棋可以扳在这 啊 这个你就没有这个反扳了 如果说没有这两个交换的话 那白棋这个时候就可以反扳了 对 但如果这两个交换之后呢 我们看白棋再选择反扳的话 嗯 黑棋从这个方向打吃出来 可以从这出来 对 那这两手棋交换明显的 啊 黑棋就便宜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棋普通的下法也不是挡在这 嗯 啊 普通的下法是尖 啊 柔软退了一下哈 对 尖呢 我不要这黑棋的这个扳段 啊 还有脚上要扳啊 啊 这样的下法 那黑棋大概要尖顶一个 嗯 黑棋尖顶 白棋长 然后黑棋下力 黑棋啊 就把脚拿回来 嗯 对 这个是普通的一种变化吧 嗯 那实战呢 呃 黑棋点的时候 白棋也没有选择这个尖 对 也没有挡 没有尖 嗯 而是扳在脚上 对 扳 啊 这个时候扳 这个时候扳的话 你要是再退的话 你这个点是不是就亏了 那他就回来 是吧 对 他就虎在这儿了 这样呢 呃 白棋等于这边有出头了 这边黑棋也 没有 这个棋型还没有完整 对 这个飞好像还将来什么跨段之类的 嗯 等于这样的棋我们有见过吗 啊 就是拖 扳退虎 然后这个时候黑棋的下法是尖在这儿 我们以前的这个老定式哈 啊 这边有飞压 嗯 这边呢 有这样逼住 嗯 这个眼型的要点 那等于现在黑棋没有去尖出来 是飞在这儿 然后被白棋这个这样飞出头 那对这边的紫 这个压力就小了很多 他去压迫人家比较强的紫 所以说 黑棋也是契合就冲下来了 那白棋就顶了 嗯 白棋顶在这儿 嗯 白棋顶了 然后黑棋就靠 嗯 这一袋呢 双方下出了比较有趣的下法 这个也属于是新型吧 没见过以前 嗯 压的意图 他就是希望白棋如果是搬的话 如果你搬 嗯 这样黑棋再退回来 你刚才退呢 是直接就被白棋断掉 你打不下来 但是这两个做了交换之后呢 白棋再断 这个时候黑棋就可以打下来了 对 直接打下来 打穿了 嗯 这个下法是黑棋 他的预想图吧 嗯 当然白棋也 不会这样去按照黑棋的预想去下 对 白棋就从下边搬在这 对 白棋就搬在这 嗯 黑棋就那就虎了 虎下 挖一个 对 挖 打吃 干上 白棋也接上 对 白棋这个时候接在这 对 接在外面 嗯 然后黑棋跳出来 对 这个时候 呃 被白棋这样子 扳头黑棋忍受不了 哦 这个还要连扳吧 对 继续连扳 哦 这个受不了 所以这个跳头是 这个跳出来是 呃 非常大的一手棋 嗯 那这个棋被白棋这个时空捞的也挺狠的 对 脚上白棋其实捞了很多 这个脚局部呢 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变化 嗯 然后白棋这个棋就直接贴出来 是不是挺强硬的 因为我可能就 是这一类的算了 他贴还是瞄着本身黑棋的棋型的缺陷 因为这个地方被白棋搬头 嗯 那不能 对 不可 对 黑棋受不了 所以他也只能是选择实战的这下法 是搬 然后再搬 这个我们过去学棋不是二子头 这个不能被人搬 然后还要被人黑棋可能是连搬 对 黑棋连搬 黑棋连搬呢 这个时候白棋也就退回来了 对 这些人原来学棋的时候不说这白棋不太好吗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说我们看黑棋在这一代呢 这个紫啊 都处于这边很厚实的形状 这边也很厚实的形状 紫校低 嗯 在紫校上还有实控上 黑棋看起来并不如白棋老的那么多 就是厚上加厚了 是吧 对 对 那这个棋白棋 这个好坏呢 也确实 很难说 因为呃这个要看的以后这个黑棋的后味能不能发挥出来 嗯 这个立下是讨厌拆了然后被人家搬嘛 是不是 哦对这个时候呃你拆可能想拆的远一点吧 嗯 或者就一手棋把这个棋补掉对 这个B 这个很舒服我先刺你一下再说是吧 对这个棋型的要点 那刺了之后呢白棋的这个眼形上就受到了威胁 嗯 把白棋就拆回来了 把白棋就拆回来了啊 我不肯这样的接上啊 对不肯单关连回 那即使被你断掉 你将来吃我的也是吃的上面这一部分 对 如果这样的连回你将来挡下来吃我就吃的多了 哈哈 肯定是要先连回来下边 嗯 对 棋型也很笨重啊 然后白棋 嗯 黑棋这一步是很必要的 不然的话被白棋打入进去 这个黑棋整体也会受工 对 毕竟这两个子离人家的这个后市也挺近的 对 白棋挂脚吧 对 挂脚 这个时候 嗯 大厂 像这种小木呢 这个挂脚要比拆大厂或分头呢 要更大一些 这种挂脚 我觉得这个挂脚小木的挂脚 要也要比心味的挂脚要更大一些 因为小木呢 是被对方一手棋走了就会变成无忧脚 对 那脚上基本上就是对方的这个时空了 那像心味呢 即使手一手呢 还是里面有这个味道 对 相对来讲的这个小木和心味 有的爱好者问我应该挂哪个更大呢 我说当然是这个小木更大一些 小木是两手棋就可以守一个角 对 因为三手棋里面还有点赛赛的味道 还有各种结材之类的呢 是吧 然后黑棋就这里有势力嘛 当然选择夹击的 白棋就直接大飞 然后黑棋 这个就是腰刀 对对付这个二肩高家的一种常用的手段吧 硬法 对腰刀就是比较复杂的哈 对变化非常多 变化非常多 翻 对黑棋就退 然后过去不都是走这个 对老的这个定式下法呢是顶一个 然后黑棋跳 白棋这个次序是先扳脚里边 先扳脚 然后白棋 黑棋粘 粘上 然后压一下 黑棋长 嗯 然后 跟争子有利 对跟争子有关系 争子有关 我这个时候我想他应该就是虎一个算了 白棋 对争子不利 那虎一个是不是就稍亏一点 这个是正常的定式下法 也是正常的定式下法 有一些 就是说棋手 还是也根据这个棋风吧 虽然有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 有这种利的下法 但是呢 这一代 对方是有借用的 可以通过引征 所以有一些 即使他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 他也喜欢 也不喜欢利在这 也是喜欢虎一个的这样的下法 所以这个应该是局部双方两分的这个定式下法 就是说讨厌老揣了一个炸弹 对 然后白棋 黑棋在正常再拆过来 我想这也是黑 白棋可以选择的一种这个定型 当然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说流行的 很多棋手就喜欢去 去走流行的 那现在流行的就是这个 有单拖的 单拖的 对 单拖的下法更 在这个现代的这个期步当中 更多一些 最新的一些 一个棋型变化吧 那 黑棋还是走正 黑棋这个形状还是就是比较正 对 如果说顶的话 那就还圆了 那我也想 我想他也是这个 为什么现在就是流行单拖 单拖的时候呢 他可以这个时候选择斑了 就是说白棋对于白棋来讲 他的 这个选择的变化更多一些 他可以多一个选择 对 这个时候 如果说选择 有也有顶的下法 这样就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 这个大型的变化 会形成战斗 战斗 对 我们可以稍微摆一下吧 然后打吃 沾上 这个 这个时候要拐 拐打 对 防止他吃下来 对防止吃下来 那白棋 斑 斑 是斑的 不是断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 哦如果是断的话 那他就气掉了 哦气掉了 对 把你这个子穿开了 对 是斑在这儿 然后黑棋挡住 黑棋挡住 嗯 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再气就不一样了 等于 等于你打我提的时候 黑棋往这里塞了一个 哦 这是属于 送人家 对 送人家了 那就 这个时候黑棋要粘上了 嗯 黑棋粘 嗯 白棋 掏出来 对 对 黑棋得做活在下边打 对白棋打吃 踢掉 踢掉 嗯 然后白棋这个时候飞 飞这个 对 脚上不然的话被 斑了 斑了 再贴下来 气还是 而且这个时候瞄着长出来 嗯 然后黑棋踢掉 嗯 白棋这个时候跳 跳 斑 斑 斑 一下 嗯 飞棋做活 飞棋做活 这一带有挖 所以 有挖 嗯 白棋强杀不了 对 骑形还是有弱点 哦 哦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更效率更高一点的加来做活 先加一个 对 然后白棋上方呢是 并在这 嗯 并在这 防止把我封住 对 这个 就是说基本上已经呃成为一种定型了吧 这样的变化 嗯 因为白棋这一代还有一些借用 嗯 所以这个根据场合呢 嗯 黑棋也是可以选择 但是比较少 啊 比较少 因为黑棋的实控 比白棋 要好啊 呃 呃 白棋的实控会好一些 白棋实控好 呃 对 黑棋这个活的比较小 然后外围 虽然说这块棋 已经厚实了 所以要根据场合来选择 对 嗯 这也是一种变化吧 嗯 顶在这 呃 最起码白棋是不怕的 嗯 所以是呃 多数情况下 黑棋还是跳 嗯 嗯 那白棋就 斑 对 嗯 实在是斑在这 就斑 然后黑棋一段 嗯 黑棋这个时候有断的下法 也有是斑在这的下法 嗯 有斑在这 打吃 粘住 黑棋粘上 然后白棋这个时候粘 嗯 粘这个 对 黑棋呢 就断 对 有断 甚至说还有更复杂的这个爬的变化啊 但是呃简单的就是断了 嗯 这个 贴住 对 贴一个 然后白棋可以脱鲜了 啊 白棋可以脱鲜了 嗯 嗯 还有直接白棋有打一个粘上然后再粘的啊 然后这样就是黑棋先手了 嗯 那实战呢呃他是选择断在这儿了 黑棋选择 黑棋选择断 对 白棋下粒 对白棋下粒 对 喵着这个打吃 对 黑棋得虎 黑棋虎 白棋打吃 黑棋接上 嗯 然后白棋再吃这也是这个定式的一型 对 然后白棋把这个黑子吃掉 黑棋藏出来 黑棋藏 嗯 那局部这个棋就下完了啊 白棋把这个脚 对暂时高于段落 嗯 然后白棋 跳出来 对 从这个上边和下边的呃 中央这个跳和下边这个拆呃 看起来有有 我想有很多棋手都是觉得这个下边其实很大的 对 因为他拆过来同时还瞄着黑棋啊 对 对 夹击黑棋的同时呢 还 轻销他 削弱这个黑棋这边后市的这个威力 对 嗯 确实是非常大的一部棋 嗯 我想周瑞阳呢 他的棋风还是属于比较后市的棋风 那 所以他他还是担心这个被黑棋搬头 嗯 然后连搬过来 对 嗯 这个上边因为有这个段 让白棋有所这个顾忌吧 对 嗯 他也不肯 之后被人攻了之后当官连回 当官连回还有黑棋可以通过这种攻击上边的白棋把中央走后 然后对这一旦出动的话白棋可能全盘他觉得在中央来说就会变薄 嗯 所以白棋跳啊也是这个全局平衡的一种下法因为我们看白棋现在时空上捞取的还是比比较多的脚步的这个时空还有这个脚步的时空所以在时空上白棋在布局这段捞取的多了所以他想要在这个棋的后保上再增加一些这个子力比较中央这个跳也是非常有大局观的一部棋比较平衡嗯 既然这个下边就变大了这个绝好的点黑棋也拿到嗯 这棋为什么不飞一个呢嗯 可能高一点更好一些嗯高一点我想也是注重这个全局的这个平衡啊 这里边毕竟还是黑棋还是挺强的啊嗯 白棋 对请销请销嗯 我想他这个高一点啊是不是担心被下边打入被直接进来有这样的顾忌吧 深水炸弹啊 那这个这么低了也就只能从上面来的啊再从下面就会被吃 请销一些 对 所以这个请销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请销方法有一些就是说嗯这个呃下呃下这个煎冲的也比较多嗯嗯 他这个请销呢一个是瞄着这个靠下来还有自己接下来还有这个飞压封住黑棋的好点 对哈嗯中间也可以连成一片嗯 所以实际上是白棋选择在这儿几角了黑棋飞 对飞嗯嗯白棋先压一个嗯 嗯黑棋就斑 然后白棋来抵 这点的话正常这个棋可以暂时嗯先点一下先点一下对啊 这个时候点大概呃就他还是要硬的对还是要硬哦他是点在这儿了吧 白棋是点在这儿对点在这儿对这个白棋先点一下哦 因为这个紫青现在黑棋不会去贴嗯还是要硬一手嗯然后再长嗯这样我依然还是有冲断对黑棋也还是接住对 这样白棋再压再压嗯这可能就像实在来讲变化更少一些他再拐一个对对 这也是白棋当初的预想图吧对嗯啊黑棋立一下嗯然后再再拔 嗯这样看着白棋好像中府比较厚实啊对 对不对他也没有考虑到就说你先压他也是看黑棋的硬法黑棋是退啊还是扳呢那然后他再做决定那实战呢黑棋是选择扳了嗯然后白棋飞压的时候呃呃 陈小叶大概不还是不满意不满意刚才我们摆的这个黑棋的变化他就选择反击贴过来了 对贴过来对是白棋没有想到的吧嗯嗯 嗯那个感觉被冲下来实控还是很大的我是挺喜欢这个档上也挺好那就是说在中府的后薄上就 被搬起来因为我们看这上面还是有有黑棋白棋有有弱点的对 然后这一袋黑棋还白棋还得补齐不然的话被一般脚上还可以做活对对他就干净啊嗯在这 是这个白棋的实控还是真多啊对但黑棋呢呃首先是中央这个厚了一些 然后他可以挣到先手抢占这个脚是这个最后的一个大厂对嗯守住这个脚对 那现在黑棋就抢到抢到了对 下线那白棋需要进来的吧怎么进这一期 直接打入吗嗯白棋实战当中他选择直接 现在有没有危险的这期 嗯这个棋 打入进来他嗯这一代 是不是有有有有对有联络 黑棋震嗯先封入中间啊看你怎么活 然后这个时候啊白棋好像是就非常的 机敏啊先点脚试试应手对我刚才说了这个腥味啊 其实手了三手还有这个被点三三的余味对有时有这个呢这个你依然还是有这种点三三的余味 就挺烦人的这个味道比较多嗯那黑棋就挡住对挡住啊不能从这边挡哈就能这样挡这个嗯那白棋再拖对拖是你用手啊 搬他搬他搬在里边的话被白棋几个一退啊这个外边 这个你讲上还得补嗯基本上就已经就有根据地了所以他还是搬在这儿 搬在这儿对 然后呢黑棋就对选择搬呃白棋这个棋如果想就地做活的话是可以活的啊他先挤是吧对嗯 然后再挡然后再挡然后再挡对 上然后我做活嗯下粒下粒做活对对然后但是这种活法呢我想周一扬他是不满意的因为这个棋活到这个最小的这个斑都是先手对这个斑毡是黑棋的权利的 这个时候然后黑棋再跳下来啊这个吃的都吃进来啊搅和的不大对 这是白棋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实战呢白棋并没有这样活活得非常小三步棋然后外围黑棋都该收的都收到了对 所以他单挡了一个啊这个没有嗯然后他先打一下对 黑棋现在虽然可以补但是这个时候被白棋打拔活白棋想象就活的大多了对啊他肯定是要粘上强杀这个 对白棋嗯白棋嗯加对黑棋粘 黑棋粘上他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敢度我是不是就对就强杀了就强杀了对我我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点啊嗯啊还是真是危险哈对 今天现在白棋的眼位不完整对还是比较危险 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白棋就哎要求联络嗯白棋要活棋对同时这边要联络对二者得七一哈 那黑棋这个时候可能挡下来也是可以考虑的那这个多了一个子 可能杀起来对这现在应该是活棋了对哈 好像也没完全活没有点点对这个地方有点点白棋挡上嗯 黑棋爬啊哦黑棋先冲一下先冲一下啊先冲这样嗯 那这个他活不活这个就不活只能挡上嗯 再拐嗯 顶 顶住 退一个被断就死掉了顶呢他他可以这样度过 嗯从下边打了对 然后跳连回跳连回对啊那被他跑了嗯 嗯 那黑棋可以在这一代先威胁白棋 对哈 对白棋大概只只能这个时候补嗯这样呢 这个黑棋在这一代可能更厚厚实一些嗯 这个粘基本上是先熟了嗯 那实战呢黑棋还是选择了直接的把脚步吃住嗯 哎好像是有一种说比如说这个棋啊如果是呃 单走脚上不点呢单走这个呢黑棋可能就直接立下来就肯定不让你回家了 那是对你要是先损这个的话呢他就脚上可能这个时候就补活了就补布在外边了嗯 嗯对 这两步太损了嗯 所以白棋不肯牵一去交换 对那这个时候就黑棋 加了吧 点的时候黑棋就加了嗯 加了那白棋就连回 回家了 嗯 这个好像是哎哎这个地方摆的有这是在这儿吗对是在这儿嗯 这个被冲过来了好像不 哪个被冲 直接这个时候黑棋就白棋就冲过来了 嗯这个子是 嗯 应该是这儿 嗯 嗯 那现在黑棋 黑棋就 他 呃 加走这个就这样这个地方没有对加了沾上然后这个时候白棋跳 对 没有上面那个度过这个子对没有度过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把黑棋加对白棋挡住 对 这样的 这样现在是黑棋先手这代已经没有这个没有回家没有回家了嗯 黑棋挣到先手 对那黑棋上面拐了一个 哦 黑棋是封住这个白棋封住 嗯 白棋这个时候不能提提就变成后手被黑棋先手便宜了 对 这个时候白棋啊选择跳出来 嗯 嗯 这两个子为什么还要救呢 呃 呃 其实这个时候白棋这个下法确实有点重 因为上面我们刚才说这有还是有断点的那这个跳被黑棋中间分开的话等于这一下两边都存在的弱棋可能这个时候更稳健一点的下法白棋在这里先攻一攻这块黑棋以攻为首吧嗯 嗯然后四季再再再再出动这两个字嗯可能更重容一些对对对对对那这个跳白棋这个黑棋这个时候中间要分开分开白棋白棋分段 嗯 嗯 白棋 白棋啊 嗯 白棋 白棋 嗯 白棋 嗯 白棋 对对这个下边这个白棋需要按定了对那这这两个是不是连不上了呀对 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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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好像是白棋有点麻烦哈对白棋因为这个需要联络然后这个地方还有断点对 先打沾上然后长嗯 贴嗯对黑鸡贴 黑鸡贴 黑鸡贴对白鸡贴嗯然后黑鸡拐 黑鸡贴对这个地方不能被白棋冲冲冲的形状上有问题对然后白棋 黑鸡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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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鸡贴这不怕这个断点吗 那他没有办法这个中这个得得联络 对啊 所以说呃 这一代白鸡贴这个跳还是有一点过分嗯嗯好那这鸡 黑鸡先交换了一手嗯先提掉这个字先手便宜对 白棋沾上白棋沾上嗯嗯沾上以后这鸡 这鸡贴呢白棋就连回去把它连回去嗯那这一代呢白鸡 黑棋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完整了嗯嗯这张然后这上边白棋 还是存在着这个弱点对这鸡好像也是还是黑鸡好下一些黑鸡就断了啊哦实战就是啊黑鸡在这样的这个地方选择断嗯这个鸡不到点会怎么样嗯这个鸡型的先威胁白棋嗯或者说这个这一代行销一下白棋嗯这个比较激烈啊比较激烈直接 断断断了看起来好像白棋也是被人断肿是有些麻烦的哈白棋在上方腾挪对嗯靠上来 这一代马上的去吃这颗黑子是不可能的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三个子气也比较紧嗯 然后把这两个子吃住这个对把这两个子吃住哦吃住 这上面有没有什么手段上面是断啊对连斑啊斑嗯嗯 打吃就打吃这上面有什么对这个普通的下法就是说他一吃这个棋就呃黑白棋自然就死掉了但是 这白棋现在已经等于可以脱先了黑棋这个地方没有没有断这个断的话呃呃 这一例对等于他先手把这个断点补掉我想这也是这个黑棋不太啃的地方不可所以实战呢黑棋的这个下法就是从下边打这个抢手 对这打然后白棋长黑棋对站在这个上边了嗯 这这下边黑棋不是依然还是有这个断但是他这个棋啊就是说区别呢就在于这个上边如果立到这儿这个白棋有这种先手打呃 黑棋在这个地方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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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说让白棋这个地方 平生出来一个这个结 对呀 这棋因为只能打结了是吧 因为粘不上 粘是被人吃的 对 与其自己在自己的空里面 出来一个结 当然这也是黑棋 一种比较顽强的下法吧 因为黑棋如果 它是当然期待自己能结胜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断掉白棋 可以逼迫白棋再补单关补回去 对 所以它这个地方等于是撑了一下黑棋 那白棋提结 提结了 那黑棋这个棋 到这儿现在照结层 然后提回来 然后轮到这个 白棋白棋白棋小结 长 对白棋这个长呢 其实是 我想是白棋的这个失误的地方 这个地方确实 黑棋可以不硬 因为黑棋可以提掉 可以提掉 这个拐呢并不能吃住黑棋 嗯 黑棋猴然后长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个挖 黑棋可以逃出来 嗯 这三个子反而被黑棋吃掉了 嗯 然后这个棋这个断点还依然是存在的 这个地方还有断点 我想这个白棋白棋长的时候 大概是没有注意到这个 可以不硬 本身不是结 对 那 陈耀业呢 可能也是 呃 没有看到这个这个棋 所以等于是 这个 如果是走成这样的话 我想 嗯 局势肯定是对于黑棋来说 等于说一下子应该说可以奠定盛 这个盛世了 嗯 嗯 因为这一代白棋有弱点 这一代还是有有断点 嗯 嗯 然后黑棋显然是可以撑到下边的这个开拆的 对 你只要白棋补齐呢 黑棋可以先手 嗯 对 那也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时间双方都非常紧张了 嗯 都进入到独秒 那像这样的盲点呢 对于高手来说 我在实战当中是非常有可能有这个高度紧张吗 很有可能是出现的 你这样的棋 这个 白棋 长了一个黑棋也跟着硬了一手 他可能觉得你一干长大概 我也就不用算了 这个确实也是不容易注意到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就简单的如果看一眼的话 这个一贴就将黑棋贴死了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黑棋有这个挖一下脱险的这种手筋 嗯 对 气比较急 所以黑棋跟着硬了 黑棋 白棋有体会了 嗯 这样非常好的机会 非常遗憾的这个 呃 黑棋没有抓住 嗯 然后黑棋到这来寻截 对 啊 这个时候寻这个截好像 呃 这个截 那黑棋确实也没有其他的这个适当的截彩了 如果白棋在这硬的话呢 这一代的截彩反而更多了 所以白棋这个时候此前也就沾上了 嗯 这个硬不剩 剩硬的 对 那黑棋提掉之后呢 白棋可以 先手在这一代行棋 我想这也是白棋不去硬这个脚里边这个截它的原因 对 因为本身这一手棋拆就价值非常的大 对 而且你还吃不干净 还有把它拉回来的手段 对 这棋 那可不可以这棋就是白棋稍便宜的 嗯 对于这个截的这个转换来说 白棋是不亏的 因为白棋把上边这个吃到本身木树 然后又破坏了黑棋的这个地盘 而且还最后走到了这个 对 拆 嗯 所以从这个木树上的这个转换来讲 白棋并不亏 嗯 优势了几乎说 嗯 黑棋一下尖 白棋一下尖 黑棋压 嗯 黑棋是选择的飞 哦 飞 飞在这 对 步子更快一点 嗯 那白棋就 小尖 嗯 这个棋黑棋不敢搬啊 嗯 搬的话怕被白棋断掉 这一袋白棋太厚了 对 直接就断了 所以他还是 他先尝了一个 尝了一个 对先尝了一个 尝了一个 对 白棋又把这个 对这个吃回来很大 吃回来 嗯 而且这个其实黑棋 好像也下不去 对 他这个 嗯 黑棋比较痛苦 搬的时候还是把你断掉 还是把你断掉 哎我活了 对外围太厚了 给他 碰一个破控 还只能这样 那最后 白棋这个下面的空围的还是挺完整 啊 是这样下 对是这样下 都归白棋的 嗯 本来是一个未知的一个边啊 嗯 粘在这边 嗯 嗯 当初这个地方很空旷的都被白棋给围住 对 白棋围住 然后这个时候 黑棋选择 爬 爬 爬了一手 对 爬的时候啊 白棋没有硬 白棋到这里来 对这个下边还有味道 对还有很多的味道 对 如果说这个下边没有味道的话 可能 呃黑棋还 局势还不错不错啊 嗯 但是这个棋下边白棋有这个便宜的手段 对啊我们看打吃 山上 山上 然后这个地方有挖了 所以黑棋得补 啊黑棋补了一个 白棋下边夹又是手尖 对 嗯 加一个嗯 黑棋长 这里边 对 哎 再加过来 这里面居然又出了一个 截 对而且是白棋的这个 这个 先手 对 在黑棋的这个地盘里 对 那这个地方还得补棋黑棋 对黑棋还得拐回来 对 嗯 那现在白棋已经从牧师上来讲 就便宜了 对 然后黑白棋蒸到这个 那蒸到先手 他还到这里 把这个 对这个太大了 这个太大了 对这等于是逆收 对本来应该是黑棋的这个权利哈 嗯 逆收 对打麻的话 立下来有 有逆收七八木棋了 对 嗯 是 所以这个棋被白棋这样棋子这样撑着收到了 嗯 呃 黑棋从心情上来说已经 嗯 而且这个棋 这个打我还可以再去跟你玩强的去打结 对 当你打的时候再跟你做结 那这盘棋最后是还是比较细微的胜负 嗯 嗯 嗯 当然 呃 陈耀夜是非常遗憾的在中间这个结征的时候 他是有机会这个 呃 呃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这盘棋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那最后 陈耀夜是 呃 周月阳是以3比0 在这五番棋的决赛当中战胜了陈耀夜 也获得了第一届百灵杯世界维棋公开赛的冠军 而且呢 呃 直接的升到九段 好 再见 好 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网络棋牌频道